韩国11名政府官员因为处理台塑钢铁厂污染事故不当而遭到惩处 这是越南首次就境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处罚官员 越南台塑合进钢铁厂去年4月排污 造成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境事故 受污染事故影响 长达三个星期 越南中部长达200公里的河流出现了数百万渔群死亡 当地好几万渔民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 事故发生之后 越南多个主要城市爆发示威游行 要求政府严厉处罚有关人员 越南政府日前在官方网站上发布通告表示 对11名政府官员做出惩处 其中资源与环境部、环境总局、副总局长遭到革职 而排放污染物的台塑钢铁厂则被罚款500万美元